全新的世界 全新的世界 全新的視野 來到全新一週 全新的世界和全新的視野 我是代季泉 哈囉各位聽眾們大家好 我們今天這一集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台灣規模最大的製藥公司美食製藥 我們來看看美食製藥它的數位轉型之路 我們特別邀請到的是美食製藥的資訊長 CIO謝明君 關 來到節目當中來跟大家分享 美食製藥的數位轉型以及AI轉型的方向和策略 美食製藥在南投有一個工廠 目前美食製藥的員工規模已經超過了1000人 製藥從研發到上市平均會需要14年 那所需要投入的成本看不同的這個藥的類型 平均的成本高達18億到26億美金 我們今天從這個觀的分享當中可以知道 美食製藥如何透過AI轉型數位轉型 來提高這個跨國經營跟管理的這個效能 降低整體的營運成本 更重要是降低這個智慧財產的這個資安的風險 美食製藥在數位轉型跟AI轉型的這個過程中 他們導入的這個Solution呢 是微軟的M365的這個產品以及相關的這個服務 我們也是透過微軟的推薦來認識這家國際化的這個 這個製藥公司 他們的數位轉型的這個成功方法跟成功的案例 那我們這一集也是由微軟來贊助播出 我們希望在這一集的分享裡面 可以讓更多人第一手知道數位轉型能夠帶來什麼樣實質的效益 提升我們企業經營的效能達成我們企業的目標 那我們一起來聽聽 社長你好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有這個機會來這邊跟你分享 從IT的角度來切入美食的一些轉型 還有一些未來的方向 好 因為我們知道美食是台灣目前規模最大的製藥公司 也是台灣唯一同時獲得美國的FDA 歐盟的EMA 日本的PMDA 中國大陸的FDA 甚至巴西的NVISA認證的藥廠 整個業務遍布全球160多個市場 美食製藥在2023年第一季的營運表現是非常非常亮眼 創下美食史上第一季的最佳的營收表現 整個營收較去年同期成長了43%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這個美食它的這個背景 還有主要研發的這些藥品或產品包含哪一些呢 好 美食製藥是1966年成立的一個藥廠 那我們在2015年做了轉型的一個計畫的一個啟動 那主要轉型的重點其實包括兩方面 第一個就是說從區域性 第二個是產品的組合 那在區域性我們就開始擴展亞洲 還有全球的一個外銷市場 那在產品的組合方面 我們過去是專注在玄冥藥的部分 那現在我們轉型為多元複合式的一個國際化的製藥廠 那我們是從玄冥藥這邊出發 那我們目前朝向品牌藥 玄冥藥還有新藥的一個多元的產品組合發展 所以可以在我們最近這幾年的成績中 看到一個逐步轉型的一個穩健的成長 當然這個生物科技跟製藥一直是台灣很重視的一個新的這個產業領域 不管是政府或政策都多年來都聚焦在這一個範疇嘛 是 最近有一個趨勢也是很快速的去波免跟成長 AI現在開始有新的一波這個數位的衝擊跟浪潮 您是作為美食的這個CIO資訊長 你怎麼看到AI在這個製藥業的這個應用 還有你對AI的看法是什麼 我們認為AI已經不是未來 是現在確定的一個趨勢在這邊 那目前我們其實已經跟我們的業務單位還有跟使用者 我們有幾個使用的場景其實我們已經在探討討論 第一個就是我們怎麼樣帶給公司更高的生產力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在跟全球的包括客戶 或者是供應商怎麼樣協同的更好更快 所以大概有兩三個場景我可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就是好比業務單位他們在搜尋一些產品的資料 或者在搜尋產品的價格 可能之前都是放在Forder裡面 那我們可以用AI很快就把資料調取出來 那第二個就是說因為我們有工廠 我們可以提供就是說工廠的包括線上的工程師 或者是Work operator更快的拿到可能機器的操作手冊 或者是一些Work instruction 然後讓他們在操作上面其實可以更加的確認 確保這些機台操作的狀況會更理想更好 我聽閨娘講起來就是說目前AI在美食的應用 主要集中在這個業務跟工廠端這個知識管理跟分享 是 這是一個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我們會探索到一些預測 還有一些分析的狀況 運用可能會是在平保方面 財務方面 希望帶給公司更多的一些benefit 那研發的部分也開始使用AI的嗎 我們有在探討 對 好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現在開始越來越脫坦 AI Cloud AI轉型 是 那AI轉型之前 數位轉型是必要的這個基礎建設跟要件 我查了一下資料 我也看到美食的總經理大特佩達他最近有說 他說公司的美食的轉型一直在持續進行 你們會藉著這個基礎不斷成長 去專注這個營運目標 來推展公司營運成長 其中一個從你的角度來看 數位轉型會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範疇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美食的這個數位轉型的這個經驗 就是說是從什麼時間開始的 那個是被動的還是你們主動佈局的 其實我們在2015年以後 啟動這個整體的轉型計劃以後 我們已經透過這個轉型超過 超過數十個國家 包括亞太地區 美洲 還有歐洲 其實不單單只是單一的部門 其實包括研發的團隊 法務的團隊 還有 Regulatory Affair 法規還有採購同仁 其實都透過這個數位轉型 他們其實都benefit到就是說 一個協同合作 然後從供應商合作夥伴到最終端的客戶 其實都benefit到這個整個協同合作的一個效率 這就是我們的佈局跟轉型的一個聯動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為病患為員工 還有一些利害關係的人創造最大的利益 所以其實IT團隊也不斷在思考 怎麼樣利用最trending的一個technology 就像社長你剛剛講的AI 繼續在公司的內部 還有對外 包括B2B或B2C extended到終端來提供各項的一個服務 各位我這邊有點好奇 因為其實剛剛講到AI轉型 或現在在聊這個數位轉型 是 您這邊是負責整個美食集團的資訊的部分 或者整個數位科技的部分 是 它整個轉型的策略是top down的 譬如說他可能是CEO下來的 還是說他是button up 他有各部門的需求 然後讓這個資訊單位來去推動這些數位轉型 那策略怎麼形塑出來的 其實很多東西是跟很多的functioning head 還有我們是leaders 整個是恩愛在一起的 好比我們一個升級計畫 包括我們的AI的部分 從上中到整個所有的員工 我們會去激盪這些事情 當這個願景 這個共識形成之後 其實我這邊可以很快提到 就是說我們在5月份完成一個 SAP HANA Migration的一個project 那我們只花了135天就完成了 那我認為在美食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文化 就是說這個就是一旦形成共識 那我們的execution 執行效率就會非常的高 那我想要進一步問戰術層次的問題 我所理解的不同的產業或不同的公司形態 他們在做數位轉型的時候 有時候導入那個工具 它只要出現有點排斥反應 有時候跟那個人體對藥有排斥反應 組織會有很強烈的抵抗跟這個 就是會有各式各樣不舒服不適的 這個情況發生 那我想要問你說 你在決策要導入哪一些新的科技工具的時候呢 你是怎麼樣去挑選 怎麼樣去思考跟判斷說 什麼樣的科技服務或工具能夠協助 公司的營運成長 好 其實我有三個要素 第一個從成本考量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它能夠提升多少的效率 第三個它整個需要施行的時間多少 因為我們希望在一個可控可預期的時間內 可以包括讓使用者或者是我們協同合作的廠商 還有當然IT可以達到一個可見的一個效果 這樣子對使用者還有IT其實是一個win-win 對公司來講也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所以他們可以看到有一個cadence 一個cadence一步一步的 可以朝向一個更long-term的一個目標去前進 但是我們在這中間就會建置可能四個月五個月 我們會有一個milestone就會有一個成效 我們是用這個樣的方式 第二個我想稍微提到就是說 我們在形成這些專案的時候 我們會包括有steering committee 或者是stateholder來drive整個project的execution 如果說有不同的意見或一個反應 其實我們都可以透過steering committee 可以很快大家達到一個共識 就是說你在評估這些不同的科技工具的時候 會從成本效能跟導入的時間 甚至分階段去切milestone 來讓不同的部門或組織 聽起來是解決他們的問題 不是他們要解決你的問題 因為他們可能導入工具 他們要覺得說 它是不是可以成本更低 或者是效能更高 甚至他們後來可能會跟著你 追著你要這些更好的tool 來協助他們去提升他們的工作效能 不然可不可以幫我們舉更多的實例 那我這邊分享一個例子 就是有關於我們法規事務這邊 Regulatory affairs 我們法規事務其實有將近90多位同仁 然後遍布在全球十幾個國家裡面 協同合作 那法規事務其實是我們在申請藥證 一個最後一里路 我們前面做了那麼多的研發生產製造 其實最重要我們必須拿到當地國家的藥證 我們才有辦法把藥送到該國 對對對 所以這個我們就是利用一個協同合作的平台 然後再確認還有追蹤每一個送審 送合是到了哪一些進度來完成整個 藥證許可的部分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後來導入哪些新的科技工具 它產生了哪一些效果 其實我們在選擇的時候我們有使用 像M365裡面其實有一個很好的一個低代碼的一個平台 像Power App 我這邊可以給大家一個例子 我們在法規事務的平台 我們就是用Microsoft Power App來去做建制 因為最主要它是地代碼 第二個它整合性也夠 第三個它甚至可以讓使用者自己去 Self Support 大家都知道IT每天真的是要處理的事情太多了 除了沒有處理水電基本上很多都是IT的Scope 所以我們也希望就是說在這些系統或平台建制的時候 使用者他自己可以參與 他不是其實只是提需求而已 那他未來要怎麼樣使用 其實他也可以自己Self Support 所以當我們導完這個法規事務平台的時候 使用者其實非常的開心就是說 嘿這個以後其實我可以自己用了 就不用麻煩IT了 大概我們四個月大概就建制完畢 那現在其實我們也在討論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我們會做更多的審核 那Power App上頭其實它已經提供很多整合的component在裡面了 所以在整合的角度方面對我們來講相對來講會比較輕而易舉 這樣聽起來就是很確實的教他們怎麼釣魚跟給他們釣魚的工具 是的是的 因為有一些IT部門它會越做越辛苦 就是每教他們一次什麼東西看起來好像教他們 但他其實還是一直回過台跟你要魚啊 就要一直幫他弄幫他調 然後最後有點像是他們還是告訴你他們的需求 你去做 但是看起來美食不是這樣的做法 是說你這邊會很明確去知道說各部門的需求是什麼 給他們這個工具跟一些符合他們know how 跟他們工作目標的交易訓練之後 他們就可以自己 跟上自己繼續去去處理使用這些工具 那我想再進一步問說你在領導整個美食轉型的過程中 有沒有碰到什麼大的挑戰怎麼解決 我覺得在整個轉型過程 挑戰是一定會有的 每一陣子每一陣子我們都有看到很多的資安的challenge了 或者是data leakage這些東西 美食的資安團隊infrastructure的團隊 其實我們也花了很多的心力在看怎麼樣把資安這一塊做得更好 畢竟資安是一個最重要的keygepper 所有的資產美食的所有東西都必須靠資安來做整個overall的一個protect 在這邊我想特別分享一下在資安方面 我們使用了Microsoft Security Defender做防禦 所以其實除了防火牆以外 IDS IPS Next Gen Firewall以外 這個Security Defender 協助我們做了一層很重要的防禦 我舉個例子 曾經我們在台灣時間大概12點吧晚上12點一點 我們的資安人員就是發現到一個就是說 是國外的同仁 但是我們其實都可以看得到 他的電腦好像出現了就是說 比如說資安方面的alert 那我們馬上進去看 確認以後 第一個我們有stand up的SOP 就是把它隔離 然後把它所有進行曾經visit過或access過的系統 做一個再確認 那這就幫助我們就是說 很快的在短時間內 我們怎麼樣去做好一個資安的防禦 這很有意思 因為製藥業啊 就是說從發現標的到新藥研發 就是說從研發開始到上市 平均是需要14年 是 然後他花的錢就是什麼 什麼十幾億到二十幾億美金 完全都是一個智慧財產高度的 知識密集的一個產業 然後智慧財產的產權需要保護 所以資安他其實不是只是說我們一般的企業說 保護消費者隱私啦 員工的這個商業的一些 地有的機密啊 這個是整個智慧財產就是需要有這樣的環境 跟甚至這個組織的know how 來去把這整個資安的態度跟軟體硬體等等的 都要建起來 其實我前一陣子有去台中 跟台中這個工具機的廠商有聊 他們以前是很安心的 因為工具機是不聯網的 是 他們就買來之後就是一直做 不管他做什麼東西都可以做鋼豬啦 甚至紡織啊都可以 但是現在開始聯網了 他們就會開始有越來越多資安的挑戰 這個部分 關於可不可以再跟我們多聊一下 就是說這個資安面臨在轉型的時候 中間你們有碰到哪一些比較大的關卡 或是你在處理上面 現在已經做到什麼樣的一個水準 其實資料有很大的來源 就是來自於機台 那這個機台必須是在GMP或GXP控管的網路 還有data的一個protection 還有各個相關的discipline 所以資安這一塊 其實包括我們怎麼樣protect機台 現在OT security其實講得非常的熱門 機台我們怎麼樣去做一個事實的一個upgrade 我們在今年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計劃 我們也完成了一個face one的scope 就是機台的一個upgrade 我們把一部分的機台尤其是GMP相關的 我們已經整個OSupgrade到最latest的一個版本 為什麼要upgrade到最latest的版本 就是說以前可能有end of support了 它就會有一些資安相關的疑慮 所以我們就利用非常短的時間 然後完成了整個機台 WindowsOS的upgrade 這個其實就有點像 我們一邊開著車 還要換引擎 要換引擎 然後該有的這些 Beans Essential的這些component 我們都要趁可能稍微開慢一點的時候 趕快把它換起來 對 第一個 這是這個部分 第二個 資料的部分 有一些機台的格式是text file 有一些格式是structured data 有一些是non-structured data 所以我們data的life cycle非常的重要 從資料的成型到retention到destruction 這些資料已經end of life 我們怎麼樣做destruction 那我們在做destruction的同時 我們要確保它不會遺漏到外頭 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嚴謹的一個process 在monitor這些東西 所以包括encryption 還有包括max datamax 對我們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聽你這樣講起來 我可以更具細迷的了解到說 為什麼AI轉型一定得先數位轉型 你數位轉型沒做完 你後面 因為AI仰賴的就是data的input 不管是從良率的提升 製程的優化 甚至研發 如果這些東西都沒有先把數位轉型做好的話 其實AI轉型根本就不可能 是 好 今天非常謝謝冠來到節目中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希望以後有機會 當AI更成熟的時候 也可以再度邀請冠來跟我們聊聊 AI對於美食的影響 跟帶來什麼樣新的一些機會 謝謝Grey 謝謝社長 ями 他會你 你在這組嗎 你 在這組眼rás